尊敬的,最同修,最后法,大家六师吉祥,阿弥陀佛。 刚才,有为大家来简单,也互相鼓励,就是, 是,能生净土,你想,将来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 关键都是在,我们能不能放下。 所以,你在这个生活里面,能够放下你的喜气,你的烦恼。 你能够放多少,你就能够得到多少的自在。 能够放下二十,你就得到二十分的减轻的烦恼。 你能够放下六十,你就有减少你的烦恼六十。 能够百分之百,能够真正的去放下,那你就真的得到大自在了。 所以,过去呢,有人曾经问,我们师父上人啊,他说,我们念佛的人,修行的人,最难的,是在哪里呢? 我们师父上人,我们师父上人,是怎么解答呢? 很简单啊。 老和尚啊,他说啊,最难的,为什么念佛的人,不能得力,学佛的人不能成就? 原因就是因为不听话,不但不听话,又不老实,所以造成现在我们无法超越六道轮回,了生死,特别是往生净土。 但是如果我们从老和尚,这四句话来思维啊,我们来想一想,这个道理是不是有没有道理? 有没有这个道理呢? 我们几乎都是有这个道理。 你看那个净土圣旋路,还有念佛往生传的,他们都是靠什么往生净土的? 他都是老实啊,都是听话啊。 你看采述的,你看采述的,你看采迦牟尼佛的这些弟子,藏随地子有1255个人。 除了1255人还很多,个个都挣得阿罗汉果。 他靠的是什么呢? 也是听话,也是老实,真看。 所以我们心脏很多写佛的人 就是这个道 很多出现这个障碍 老师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有没有依教奉行 没有 所以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念佛不能得利 你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自己 为什么别人能够成就 我为什么不能成就 你看那些往生传里面 念佛这个往生传 百分之九十 几乎都是不认识字的 他们也不会讲经 也不懂得讲经 他们只一去阿弥陀佛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抓住了 老老实实听心话争担 他们成就了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我们想一想 我们是不是有这种毛病呢 我们常常有这种毛病 所以念佛是一种生活 你不要以为在念佛堂 念佛才能够成就 也不一定 你看你从早上到下午 你真正念佛能够 万言方下 然后来老实念这句名后 你占了几分 在念佛当中有没有胡思乱想 因为这跑不了 我们在念佛当中 忘念有没有减少 可能也没有 什么原因呢 很多原因 所以其实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在生活里面 在一切处一切时 无论你在哪里 在什么地方 在什么样的时间 你这句名后 从来不理口 从来不理心的 看到一切术 看到一切人 看到一切物 都是阿弥陀佛 你看那个中风果实 不是讲的吗 你皆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皆是你 如果你心里面有阿弥陀佛 哪来对人有针对的呢 哪有一个人说 那个是我的敌人 那个是我的仇人 那个是我的最恨的 那个人就是我最喜欢的 哪一个地方有顺境逆性的 都没有的 所以偶一大师讲得好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顺言无好处 好处在于心 一切坏 一切善 一切恶 关键都是在你的心那一念 所以为什么我们末法时代 要依靠这句阿弥陀佛来修行 靠这句阿弥陀佛来修 来修你的福报 靠这句阿弥陀佛来修你的功德 修你的清净心 就是因为这句阿弥陀佛名号方便简单 无论你在哪里 你就容易登过来把这句阿弥陀佛 老老实实 抓着简简 怎么样如何落实在生活 如果人人在心里面 就是阿弥陀佛 哪来 有烦恼的一件事情 看到一切事情 哪有不顺利的呢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环境 生活会很累 你看 在生活里面 我们从早到晚 一年365天 真正的能够活得快乐 是几天 你可以算一算 才几天而已 所以 过去 有人常常跟我说 师父 为什么 在这个生活里面 为什么活得很辛苦 你看那个过去 六祖慧能大师 他们出家之前 在这个五祖人和尚 作为一些出功的时候 苦功的时候 那五祖人和尚就问他 他说 你这几个月在这边 工作累不累啊 六祖慧能大师怎么说 他说不累 也不辛苦 为什么呢 因为慧能大师 告诉五祖人和尚 我是以心义务 而不是以物义心 所以不会感觉很累 不会感觉很辛苦 那什么意思呢 六祖慧能大师 就告诉五祖人和尚 说明他的心 充满的智慧 充满的清静 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放下的 哪来会有辛苦的道理呢 那我们为什么会辛苦 你每一分每一秒 都在执着 放不下 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 六祖慧能大师 在六祖谈经 明心见性的时候 告诉五祖人和尚 何其自信 本来清静的 何其自信 本武动摇的吗 你心本来就是清静 哪来的烦恼 哪来喜欢爱怒呢 没有的 你心清静都是平等的 没有快乐 也没有痛苦 因为这些都是假象的 所以今天我们念 阿弥陀佛也是如此 看到一切事 看到一切人 你要把阿弥陀佛 看一切人 都是阿弥陀佛 看到哪一个人 是阿弥陀佛 看到你那个不喜欢的 就是阿弥陀佛 你想一想 人人都是阿弥陀佛 你哪来会有 不幸福的道理呢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念佛是一种生活 你看过去那个黄达铁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黄达铁的故事 黄达铁 还没认识佛法 他没认识 一位法师 劝他念佛 他每天打铁 打得很辛苦 常常生病 而且有时候 越打越辛苦 越打越烦恼 他在从他的认识佛法 然后听到法师 劝他你要念佛 一边打铁 一边念佛 你看 他一边打铁 一边念佛 一边打铁 一边念佛 当他的太太看到他的时候 你打铁都很辛苦了 你为什么要再加上念佛 你不累吗 黄达铁怎么说呢 他说 我一点累都不累 而且 以前打铁很辛苦 现在越打铁越幸福 越发喜 越快乐 所以你说 无论你在哪里 你做什么样的工作 只要你肯念这句阿弥陀佛 他真的是不一样 狂打铁 你看 一边打铁 很辛苦 以前的生活 一天不打铁 一天没办法吃饭 我们澳洲 你看那个澳洲人民 你不用上班 退休了 政府还是照顾你 你也不用担心 政府每个两个星期 都会主动 把那个钱 转到你的户口里面 你也不用跟他讲 你也不用提醒他 他主动就给你了 比你的耳里更听话 所以你看你住在澳洲 你们的幸福有多大 黄打铁 一天不上班 没办法吃饭 家里养了几个孩子 他有一个太太要吃饭的 他拼命地打 所以他认识了佛法 一边打铁 一边念佛 一边打铁 有一天他告诉他的太太 他说 我明天要回老家了 他的太太奇怪 你老家不是在这里吗 你回哪里老家 你老家都没有 你老家都在这里 回哪里老家 没想到 他太太根本就 也不懂他的意思 后来 这个黄打铁 就请他的儿子 把邻居的 所有邻居 把他请过来 你看 黄打铁 他念佛念到什么程度 一字十字 把这个邻居 全部通通请到家里的时候 他就告诉邻居 他说 我今天我要回老家了 人家问他 老家在哪里 我的老家 就是在西方节的世界 当他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拿这个锤 他告诉大家 他告诉大家 讲了一句话 而且又讲了一首诗 你想 黄打铁从来不认诗字的 不认诗字也会讲诗 讲了什么诗呢 你看 叮叮叮当当 打铁成钢 太平将近 我往西方 一打了 他就走了 人家打了三年 我们打了三十年 也是一样 你看我们修行的区别 有多大 就是在这个地方 人家说走就走 关键在哪里 他听话真干 他知道这个道理 因为人生很苦的 你看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 前几天 摸本 突然间 有地震 你想一想 我以前 我到澳洲的时候 我听人家讲 澳洲那个不是地震带 前几天地震 六级 摸本 那以后轮到哪里 我们不知道 连澳洲都会有发生 这个地震 疫情还没解决 抗疫的人这么多 他就地震了 这个澳洲发生 这个地震 给我们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说明这个世界 灾难里很多 又发生了 这个灾难 每一个人 没办法预算 只有圣人 才能够知道的 那你今天不赶紧念佛 还浪费你的时间 所谓的 浪费时间 等于浪费自己的生命 我们在这个世间 时间太短了 不像西方其的世界 西方其的世界的寿命 是无量 所以做任何事情 都会能够成就 我们在这个世间 时间太短 做任何事情 都无法能够 真的能够成就的 太少了 所以赶紧 古人讲得好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死金一过 等于生命就减少一岁了 今天一过了 等于生命就减少了一天了 那我们的生命有多少 有限 最后 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在生活里面 所以在生活里面 无论你在哪里 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一念 这句阿弥陀佛 我相信你将来会有很大的成就 你看过去有一个叫做干老居士 他的亲戚在美国 有一位老太太 因为他的儿子在美国旧金山读书 因为读书毕业 在旧金山工作 娶了一个太太 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白天两位夫妻都要上班 谁来照顾孩子呢 把他的母亲接到美国旧金山 来看孩子 看家 每天早上 晚上又煮菜给儿子 儿子给媳妇 很多啊 像澳洲 澳洲这边的移民的 这些人到澳洲的 你看 儿女上班工作 儿子也是来照顾 父母来照顾的 所以啊 有时候真的 儿女 处处 有什么事情 想的就是母亲 而父母 每一次 每一分 每一秒 想的就是儿女 要怎么样帮助 你看哦 母亲接到美国旧金山 这位老太太 每天看的孩子 一边看孩子 一边看家 一边念阿弥陀佛 没想到 念了两年 在这个房间里面 因为隔天要吃饭 桌子上没有饭 大家开房间的时候 发现母亲在床上 盘腿 而且把儿子 媳妇的校服 全部都准备好了 盘腿 预知死至往生西方 前的世界 真的很潇洒 自由自在 你看 他老人家 都在哪里念佛 都在家里念佛 一边看孩子 一边要煮菜 一边要打扫房子 但是从来不离开 这句阿弥陀佛 他怎么样成就的呢 真干 老实听话 我们呢 我们的区别 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尊敬的 主义统修大德 会念佛的人 一句阿弥陀佛 对他来讲 都能够帮助他 往生西方尽头 不会念佛的人 你怎么念阿弥陀佛 所谓的 口乱 口心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你要念一万声 十万声 但是你那句阿弥陀佛 不是真心去念阿弥陀佛 用妄念 用你的胡思乱想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怎么念 你只修福而已 你没有得到阿弥陀佛的真实意 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真实意 只有得到什么呢 最主要是什么 培养自己的清净心 清净心的手段在哪里 只有放下 你才能够清净 你不放下 你舍不得 你心永远不会清净的 你就是这样如此的 属于为什么 人家过了生活 是过了非常的自在 幸福 那我们过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一样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只要你能够提起这一念 无论你在哪里 你在工作 无论你在行住坐卧 只要你能够肯提起这一念 你就能够成就自己了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今天我们能够来打佛二 能够聚会一处 一起来念佛 说明我们的福报很大 不是每一个人有这个机会 能够闻到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所以过去 绝明庙行菩萨 他的道场 顶多最多的只有二十个同参道友 绝明庙行菩萨 他的道场不要求很多 他只要求顶多二十个人 二十个人在这个道场里面 真正用功老实念佛 你看二十个人 每一个都是往生西方极致世界的 没有一个不往生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大德 我们不要求我们要搞大 或者要做一些怎么样的事业 只要你能够过得自己的生活过得好 能够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真实意的去念 然后把你的心放在阿弥陀佛 无论你在哪里 你在工作上 无论你在哪个地方 只要你把你的心 常常跟阿弥陀佛互相敢一个道交的话 将来无论你在哪里 哪怕是你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将来你得人生 起码你会生在一个好善之家 好德之家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无量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 总有一天我们必定 我们一定会成就的 成就什么呢 就是超越六道轮回 了生死出三界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就最大的成就了 这个世间都是假的 真的都是假的 哪一件事是真的 没有 包括我们这个身体 总有一天 这个身体被慢慢的衰落 到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那我们要好好珍惜我们这个生命 把这个假 来借这个假修真 修真将来到西方极的世界 那就是真的了 金刚不坏生 寿命无量受 而且在西方极的世界 最殊胜的就是第一个 诸善善人机会一处 我们在西方极的世界最殊胜在哪个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除了无量受无量光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变爱 变财 最殊胜都是因为在西方极的世界 都是这些大菩萨 跟这些大菩萨在一起的 所以尊敬的这位同修 你要发这个愿 把这个世间看淡 不要过于执着 过于执着只带来烦恼 过于执着只带来痛苦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世间看淡了 不要太过于 把一切万物当作是真的 这样你修行 这样你在这个世间 你会过得很自在 无论你在哪里 许缘妙用 一切许缘 由我们来做 没有许缘 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将来我们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继续来念佛 以谢法师十非开释 感谢观看